大家好,我是汤绍成 7月1号,这个中共啊,他就要庆祝建党100周年 可是这100年他怎么走过来的?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话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刚刚革命成功的这个苏联共产党 他为了要抵抗西方 所以说在1919年他建立了第三国际 而且呢,他是以亚洲为重心 放弃在华权力 权力拉拢中国 同一年,五四运动爆发 马克思主义涌入中共 为了救亡图存呢 在第三国际的制造下 中共在1920年就已经成立了 在1921年呢 也在上海举办了第一次的党代会 而正式成立 在1922年 这个苏联建国成功 中共啊,已经加入了第三国际 而且成为他的一个支部 为了拉拢苏联 来抵抗国内的强权 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总理 他在1923年就提出了联俄容共的政策 允许共产党员呢 个别入党 中共呢,得以依托发展 国共两党正式合作 可是在1925年 孙中山逝世 国民党容共与反共两派呢 相互侵杀 中共呢,策动了武汉的汪精卫独立 所以说在1927年 民汉分裂 国民党亲共 然后国共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中共的势力一直不断地在做大 成立了所谓的中华数位埃 一国两制 1930年 国民党开始脚构 一直到1935年 共产党失败 然后呢,长征到了延安 在途中呢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时候呢 鞏固了权力 国民党呢 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呢 还持续进行 1936年11月 德日两国军国主义检盟 签订了国际反共协定 计划会师西伯利亚 一举消灭苏联 而12月 西安事变爆发 可是史达林呢 他坚持要 保护当时的蒋中正 以便中国可以抗日保输 避免两面作战 终于促成了国共的合作抗战 在1945年 日本投降了 国共内战爆发 中共连战接结 1949年 中共正在要准备渡江的时候 苏联又派他的特使米高扬 告诉毛泽东 应该是跨江而至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 国共长期对峙 以减轻中国对苏联的压力 可是没有成功 中共势如破竹 当年10月 建政成功 在中共建政的初期 它内部 有内 这个所谓的路线斗争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是不是要用物质刺激 来发展经济 结果导致了 十年文革的耗尽 最终毛泽东胜出了 在这个时间当中 中苏交恶 中美开始合计 在1971年 中共进入了联合国之后 1979年 又与美国建交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四人帮被打倒了 启动了改革开放政策 开始发展建设 1989年 发展的这个势头 更加的迅猛 2001年 中国大陆加入了WTO 同年 美国爆发了911事件 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让中共在东亚 建立了非常完整的分工链 2010年 中共已经成为了 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 2004年 台湾通过了公投法 隔年 北京也通过了 反分裂国家法 两岸的关系 一度紧张 这个邓小平指定 江泽民接班 以及他隔代指定 胡锦涛主政 总共20年的时间 这个20年 就把千安门案 可能频繁而引发的 动摇国等的危机 把它淡化下来 那习近平于2012年上任 他对内强势领导 对外积极援助 西方呢 优惧反击 中心文明冲突爆发 可是呢 大陆同胞的生活条件 日益改善 而且中国 在世界的经贸发展 以及国际的影响力当中呢 这个日渐的强大 现在已经列于不败之地 持续还在发展当中 好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